那刚才跟大家谈到就是智者大师在法华里面有法华悬议 我们先看法华悬议 因为法华悬议他有帮你们做完标斗 法华悬议里面就很清楚的提到他是破 他在破 那各位可以看到 如果你有你们有那个天台科文的话 科文要记这一本书 就是你们的天台学基础教材第一册 或者是天台西经第八册 这两个的内容是差不多的 你们翻到他里面的第五十九页 是悬议的科文 他是在法华悬议最后一张 在五十九页 你们如果有 对就那一本绿色的 或者是科文要记也可以 你们就看到法华悬议的科文 他有破这些责难的部分啊 那他在法华悬议里面有谈 有谈到 那各位可以看一下 你看他从叛教 一开始他就谈大义 然后之后他就讲了南三北七的各家说法 讲完之后他就在责难说南三北七这些东西啊 有什么不适当 那他想一个一个详细的说 说完之后他在去取的地方又再详细说 最后呢他很简单的告诉你他怎么样 他稍微他想要做的就是见顿不定 就又回到话矣的部分 然后之后有三观 所以我跟妳讲他的四教三观啊 真的是合摘一体的 因为他在叛教里面他就告诉你 我的教官就是四教三观 所以我才可以买到四教义三观 四教义三观义这两本是他的基础教材 你看到这个地方 他回头也是在讲座里面的东西 一样他这边你看他用多少篇幅 这么一点点 一点点的篇幅就告诉你了 那之后他也在讲就在讲经教 就在引经文 所以如果没有仔细看 你光看前面的这么多的耶稣 你会以为他在 他的立场是这里 那这些说法呢 在当时都很盛行 然后之后也很盛行 那包括因为他们有地论中 诚实论中 那他们这些宗派流传下来 也被其他的像净土的部分也有采纳过去 所以不是只有自责大师 他们都会误解 以为是自责大师之所 不是 他们不是 自责大师事实上是责难的 那在后面的部分 旋意 旋意你们可能手上就是没有的 那旋意的后面他有一个是 就是张安大师的那个把 张安大师的一个 他有写一个后继 他有写那个后继 那他的后继呢 就是张安师路异童 他在谈这个异童的时候 他在廖检当中的法华的异童啊 这是第一个 之后呢 他做了在廖检朱杖的离合 就是各种金杖有什么不同 到了第三第四的时候呢 唱到了第四个的时候啊 他就在破五十七阶 那五十七阶里面 他就讲就说有五十之言是定的 就是双灵啊 收好时间 就是破第一十 第一十是有人说是十二 第二十十二年第一十是 十几年 他就在破 所以你们要记得就是 智德大师的四教义 智德大师的弦义 跟张安灌顶的八教大义 还有张安灌顶他的立场 他们是一致的 就是他们没有一个时间 是固定的 但是你到了四教义 跟教官纲中 你就发现这个时间是 他们在责难的 却变成是定的 就会变成是 又是一边在破的 变成另外一个人是在立的 这个就是一个矛盾的问题 你可以看到他有在破啊 他说救援如何 救援如何 那张安就说 他有贫 他说落尔 那你如果不懂说 落尔是指反驳的话 你就说人言这样子 落尔则过十二年会有什么啦 你会把他当成是肯定的 就说那像这样子的话 可是张安的特色跟智德大义 他落尔是反截语 蓝是承接回答语 他前面没有写问 但他如果你下面看到一个蓝 然后跟上面的东西立场不一样 你就知道前面是在反问 下面是在回答 就这东西是你要读一个人的作品 你要读到很习惯他的用语 所以如果你看到一个蓝 而的蓝 单独出现 然后他的前后文意是有不一样的 那你就要知道 因为古代没有问号嘛 你就要知道前面这句话是 智德大师在立一个要破的论点 是反的 下面是正确的 那你如果看到落尔或若的话 或者也 你就是哦 那前面这东西是反的 下面这地方是对的 然后你如果看到他前面都 连续的文意是对的 也好 那这地方就代表你要打一个惊叹 就是读到后来 你要跟他叫做千古神会 刚开始我读不懂 我就常常啊 读的时候读不通啊 起来拜 拜什么 拜观音拜智者大事 然后拜文竹菩萨 说我很想学子观啊 可是我真的读不进去 我跟他就是看不懂 因为他在反来反去 复来复去啊 尤其在法华 摩河子观他更是嘛 他一下逆一下顺 然后你的脑袋顺才是对的嘛 怎么他的顺你读起来怪怪 他的逆你也读起来怪怪 因为他的逆是正 他的顺是反 然后我就是拜啊 就是读不懂就起来桌子旁间拜 所以那时候我师兄他就说 这些人可以笑啊 在疗房常常做不动就在那里拜 那也没有一个佛像 就只是念着佛号就拜下去了 然后就在桌子读一读 看不懂就起来 到 squ as he Yes 看招看招 又回来拜拜 又往座坐再去拜拜 因为我疗房是 我后面是通道 我前面是茶水间 然后我后面那个通道 因为它是通道 它是临时的 他那个窗户 大概是那我后面窗户的两倍大 所以你可以讲到他 我因为我稿管 我没有所谓的疗房的后墙 然後我在裡面做什麼所有人都看得到 那我的前面是茶水間 所以任何人來喝茶也都看得到我 然後我只有左右兩邊 一邊靠床一邊靠衣櫃 叫做家徒二臂沒有私臂 那所以大家就覺得很奇怪耶 這樣子理解了齁 所以在跟你們看的一些資料 就是我們期望大家知道 像這邊他都有兩針舊說 所以如果大家如果不是看我們這邊寫舊說跟評 可能會真的認為人言什麼 所以怎麼樣 如果所以呢人家這樣講 那你如果仔細看 你就看到一有何懼 就知道他在反駁 就必須要很仔細看 有時候他們古人在寫東西 你要看他是正反必須來回看 真的一定要來回看 要看成習慣 那這樣子的一個功夫啊 就大家慢慢 然後之後你看他也有二仗私交 他也在破 他也是一路下來都在做這樣的一個動作 那這些都跟大家提供一個佐證 就是智者大師跟張安大師他們的立場 就是這些部分啊 都是有在做一個沒有一個定論 就是關於五十的時間 是沒有確定下來的 沒有定的 沒有定的 那至於你們說天台學基礎教材 那一本書 就你們談說的這一本書呢 文威他的頁次是跟誰對啊 他的頁次是跟誰對的話呢 你們在問的是這本書嗎 這本書的頁次主要是跟天台西經對 那天台西經再過幾年就會變結緣書了 他在過幾年也是變成結緣書 那會給哪一家出現在不知道 我沒辦法 因為以後的事情來日方長齁 就像你們在說這一本書嘛 他以後一定也會是 就是放在網路上 人家也可以自己去下載 就是包括原方的人 他想要看 他也可以自己列印就對了 所以現在的頁次數是用他 那因為是以後再過不了多少年 他就會變成整套都是結緣書 所有東西都像你們現在基礎教材一樣 就是結緣書 但是是不是給這裡出不知道 我不能確定 因為大家所有的心都是未知的嘛 因為這套書要整個做結緣書 他的也要資本雄厚 他整套要繼續結緣 他的資本要很雄厚 所以這些東西現在什麼業術用它 是第一個他容易賭 第二個是他不久的將來就會是結緣書了 再過幾年而已 整他初期之後一段時間 就全部都是結緣書了 然後什麼時候會有人要去幫他印 或者因緣到哪裡 我們不知道 但是他一定會先在網路上 就讓人家可以自行下載列印 會出那個電子書在網路上 所以你們現在的科文想說 怎麼會是跟他做 因為他真的比大陣仗容易讀 而且不會比較不會有誤解他的意思 所以先用他做參考的那個 就是你們說資狀圖的頁次是對照誰 就是資狀圖的頁次 這些頁碼是來自於天台西經 那天台西經等他初期之後的三年以內 一定會變成結緣書 那什麼時候印成紙本不知道 但是他會馬上就出光碟跟PDF 讓大家都自由很快的流通 因為PDF跟光碟是很容易就流通出去 那印成紙本是比較花錢 你要印一萬本很花錢 你要印一萬片的PDF的光碟 你大概只要五萬塊以內就解決掉了 那只能出一套天台西經 一千本而已 這樣理解嗎 因為那個就是法華懸疑 你印上下兩本 你刷一千本就五萬塊了 可是你如果印成光碟PDF檔 然後包括他的MP3 隨文MP3讓人家可以直接聽的 五萬塊就可以做一萬片出去了 所以那個一定會在整個初期以後 三年內完成 所以他的頁碼 天台學基礎藥材的頁碼 全部是用他 是考慮將來未來的閱讀性跟他長遠性 好 這跟大家回覆你們剛才下課問的幾個問題 好 那我們繼續 繼續我們的報價倒立 我們已經進入到了 繼續複習三藏教 三藏教呢 他主要就是經歷論三藏 經歷論三藏 所以叫玄藏法師叫三藏法師 是因為他通 經通經歷論 就是你們在第七頁的經歷論 那他的經呢 是以修多羅藏 就是他的心是修多羅藏 修多羅藏是Stra 就是他的範文 那他的經是四阿含 論呢 是像巨色啊 皮薄紗這些阿皮坦 阿皮坦那個就是對法 對法 他的內含是對法 就是我們兩個在討論 對法 對法 相對的對法 法律的法 對法 就在討論法義 那記頁呢 是五部皮尼 那五部皮尼 有幫各位整理的一個表 在你們的第六頁 那一般五部皮尼是五論這個後面 那如果呢 跟四律本 你會發現 何希五分律跟摩合真吉律 他居然沒有在五論裡面 那一般大部分在談的 還有叫五部律 五部律呢 當中 咦 獨子部啊 加社儀部啊 還有彌薩賽部啊 他也沒有在五論裡面 那上座部的摩合真吉律也沒有 所以說一般 如果你在要講整個是戒律的部分來看的話 我是建議像這一個第六頁的表 就是五部律 四律本跟五論 大致上來說 都算是三藏在三藏教在談的律 三藏教在談的律 而不是單子後面這個區塊 這樣理解齁 不是單子後面這個區塊 像摩合真吉律裡面也知道很有名嘛 然後五分律 大家都知道解脫戒經也是很有名啊 像這些 那反而比較少聽到是正量部嘛 比較少聽到的部分是正量部的 好 那我們現在剩下的時間呢 我想跟大家把 因為我們三藏教大概這樣談了一下 我很想把通教啊 因為 我今天跟下禮拜跟你們見面嘛 再下來就歡六字絕 你們現在都還沒有把天台的氣味很深錄進來 那 我想今天我們再把 我還是要像他們一樣 很快的把它唸完 因為他終究要錄完 給 給網路學習者有看到一個資料 我還是必須 做一樣的事情 很快的呢 看著不能把八教大義給 給念完 那八教大義念完之後 我倒比較想要跟大家分享的 反而是 我在八教大義後面 你們手上是沒有 因為他們書還沒印好 有三篇附路 有三篇附路想跟你們談 因為這個八教大義就算你們念完 你們也是聽一下名詞 不用擠 先不要擠 因為天台真的很浩瀚 那將來到了四教義呢 我會跟你細說 那前面這些歷程都是在累積一些 看起來不像直接關係的基本功 所以你們就是隨著緣分有聽到 然後但是不用擠 然後時間到了一年以後 你就會發現 你聽跟我的默契有了 所以前面這個階段 你們可以很輕鬆的來上課 比方6月17日 何老師要來上六字訣 六字訣他在四部止觀當中 有兩部止觀有談到 很清楚的談到 一部是在磨合止觀病患境 一部是在同盟止觀的致病方法 都有談到 那在磨合止觀的時候 他把它排在十二席的前面 然後在磨合止觀 把它排在一氣致病的部分 那氣跟席的不一樣 到時候何老師也會稍微提一下 那書上只有跟你講這四個東西而已 就是六個字 實際操作呢 他沒有講 他沒有講 那我請何老師把它細講 把它講細一點 那不是我來講 不是說我不想教你們 你們先聽他講嘛 然後講完了之後有細節 我有需要我以後會再跟你們談根系 因為我們之後會有談 一個月都有一週十修課 一個月之後一個月都會有一週十修課 那時候你們想看我做六字訣 他做給你們看 那現在先讓何老師來上 因為他有氣功的筆子嘛 然後他先來幫你們上 那六字訣的口型 他有一些特色 我齁 在鏡頭前面做也不好看 終究我是女生 這個還是要考慮嘛 那個嘴巴要含一口氣 那個嘴巴要很大 這邊要打開 這邊要全開 那我自己 我有教了老師 他們都有跟他們都知道 他們會去做 他們會去做 那他們如果要求他們在我那邊先拍示範片 我確定OK才可以來 所以你到時候看示範片為主 才看示範片為主 所以想這樣子你就懂意思了 接下來就是我要來念文章 一路給他念到結束 然後我們就很快的來看 把那個通 帳通別圓給看完 OK 那現在電腦播的頁面會跟你們 你們手上的紙張的頁面會不一樣 但是你們字會一樣 懂了嗎 他這邊的頁數會跟你們手上的頁數不一樣 但是文字順序是一樣的 好了嗎 好了齁 那為什麼沒有用跟你們手上頁數一樣的那個版呢 是因為你們這個講義是暫時性的 那現在電腦秀出來這個頁面是書稿的 所以我想說還是用書稿的比較長久的東西錄下來 因為我現在這邊同時在做錄影動作 他以後就會長久的 所以他必須跟書稿一致比較好 所以麻煩你們委屈你們手上的講義會跟他的頁數不一樣 好 通教 通教為什麼叫做通教呢 所謂的通就是同 這個同呢 就是三教的三聖的因果是大致上是一樣的 那他們的因果一樣呢 他說因為他們都必須要學般若 學般若 那他們的因呢 很像 都必須學般若 都必須要斷劍絲 或 你看到這下面就在第十 就在第 下面講三人共行十地 三人同斷劍絲 這是他們的因是同 那果呢 果是小異 所以他們叫因果大同 大部分都很像 那那個果小異 小異在哪裡 就他們身文 圓絕菩薩 他們在清洗 洗氣的部分不一樣 他們都斷劍絲 或 那身文沒有清洗 或少分 那 圓屁之佛 少分清洗 菩薩 清洗比較多 所以他們是在差異在清洗 就是因同果小異 因同 然後果小異 就是果位部分 只有一點點不一樣 是在清洗 插在清洗的地方 就是洗氣的部分 清洗是清裂的清洗 洗氣的洗 在清洗的部分 有一點點不同 大品經於玉德三聖 當學般若大論雲 深文及原訣 解脫涅槃道 皆從般若得 所以這三個呢 事實上是同行十地 同斷劍絲 前面呢 他就說他們的位階 很可愛 前面沒有所謂的七賢 也後面也沒有所謂的等絕 妙絕啊 像剛才三張教 他前面有所謂的七賢位 之後進入七聖嘛 七賢轉七聖 他說這邊沒有啊 他們所證的呢 跟三張教一樣都是段劍師啊 可是觀法有巧跟著 三張是著 通教是巧 通教是體音則真 我們藏教呢 是吸音 是吸法 是吸音 是吸 這個音就是五音 我們這個五音 我們所有修行啊 都從音介入入手 所有的修行都音介入 所以摩合子觀第一靜 就是音入界靜 就是你必須了解這個身體 就是感受身體 然後感受呢 你這個色受想形式的整個操作 整個操作 那三張是吸音 吸 他一步一步一步來 就是按一步一步 他有次第性 那通教是當下 吸音 就是體當下 就是直接 直接就馬上折針 所以這個巧拙是相對的 相對雖而啊 此去通別圓 並屬煞聖 他說 從 我這裡看起來 觀法是跟三張教做相對的啊 三張我相對雖然是藏教啊 可是呢 我這個通教 從這個開始通別圓 都算是大聖 所以很多人都誤解 通教是跟三張教一樣的 界內是小的 不是 他是大聖 通教屬於大聖 然後他的觀法跟三張教做對比 那他是把他轉過來 轉發心之後就過來了 所以大明雖同 他說啊 我雖然都是屬於大聖啊 通別圓都屬於大聖 但是不論是實地啊 或者實行啊 這個民宿啊 是多是少 一地二地兩地啊 生前啊 就像天地的差別啊 有如天格啊 你們知道嗎 像那個 柱好了 我們是柱形象地嘛 實柱是最前面對不對 然後形象地嘛 柱形象地 你們看一看那個通教有沒有實柱位 通教沒有 通教斷見貨就地了嘛 就地了嘛 對不對 一見貨就開始登地啊 那你知道那個別教登地的話 他必須要做什麼 別教登地 別教登地啊 別教的話呢 他七柱就斷 就斷見貨了 見獅貨都斷完了 七柱 七柱見獅貨都斷完了 他才柱喔 你還有形象地 人家這邊是地就斷 地就斷地 他這邊是柱就斷 你看他兩個差多遠 然後你再看看他的登地的時候 他登地別教登地的時候 不斷見獅貨斷完 他還清洗完了 他已經可以入中道治了 別教 別教的出地 那通教的出地是斷見貨嘛 人家這邊不斷見貨斷完 施貨斷完 還清洗還成沙 還處理到 開始處理到 跟本屋民去啦 擦橫圓齁 然後呢 那別教的地是這麼偉大了喔 他這樣子在圓教他算什麼 他算出柱 出柱跟出地擦了 後面有九個柱嘛 從出柱一直擦 擦到哪裡 擦到 像耶 像去了喔 擦了三十九個耶 擦三十九個位階耶 這是我天黨之別 所以他就告訴你說 這一些呢 你不能只看他是地 還是位 還是形 還是像 你要注意他現在講的內涵是什麼 他現在講的內涵是什麼 才可以判斷出來 這話再提醒大家說 雖然我通別圓都屬於大聖 但是呢 你說這個地啊 行啊 這個名數多少啊 這個通別圓當中的這一些啊 就是同樣的名詞的位階 內涵大不相同 內涵大不相同 就像是法華弦翼講的啊 都講這個人嘛 人就是標個名嘛 大家都知道人嘛 可是人當中的上字下語 差異很大 禮異廉恥差異很大 有違法無違法 賢聖也差異很大 這樣理解了齁 所以看到這個地啊 要知道他內涵差異很大 那有這樣的概念之後 我們就可以開始看他的位階 底下的位階 他說第一個是前衛帝 有人念甘衛帝都可以 是屬於外凡 念甘衛帝是說他的智慧啊 不夠深 不夠深 就是不夠深 所以他的智慧就是 不是像泉水湧湧而來 所以他說衛德 好 那這是屬於外凡位 那在試念处 在修試念处的時候 他是屬於修試念处為主 體陰介入 體陰介入 如幻如畫 總圖見愛八道 明試念觀 住室觀中 修正秦 如意更立絕道 就是三十七道品 就是你在當中呢 修正修三十七道品 修柱道法 思念处 然後這時候雖然沒有得卵法的相識 會 那但是總相已經修到總相了 就是沒有 你別這樣修完了 你已經修總相 思念处有總相 總思念跟別思念处 然後你已經總相 你總念处的智慧生理了 所以叫做 當會帝 前會帝 第二個是信帝 那你已經錄了四三根法 那這時候屬於內凡位 屬於內凡位 他已經對於苦的 苦已經有了深刻的了解 就是苦地裡面的苦形象 已經開始有深刻的了解了 他增進頂位 忍位 是第一位 總算能夠見無肉姓了 他能夠見無肉姓 可以斷見貨 轉入明信帝 及內凡位 開始要斷見貨 到了第八人帝的時候 開始斷見貨 準備了 八人帝見帝 就是第三帝 第四帝 共斷見貨發真無肉 那見於帝裡呢 是屬於出國位 就斷見帝 那如果呢 你說八人帝 就是所謂的八人 八人事實上就是無肉的十六星 也就在上面有幫大家列 十六星 你可以看到是 就是苦及滅道插在這裡 這樣子是苦 每四個割一個的話 苦及滅道 道 這樣子ok嗎 苦及滅道 然後之後呢 就是每一個字的前面 你只要是在正每一個字的前面 他都會有一個忍 忍就是指他是安住而已 他先能夠安住在這個地裡上面 忍日安住 就是他對於苦法的 這樣子的一個人 智慧 他至少這個地裡 他能夠安住在上面 他就等於是安住在上面 就是無間 他能夠無間的安住 之後 之後他斷了少 福 福少分的見貨 就是得苦法治 對這樣的一個智慧 他有 他這樣的一個形象呢 他有辦法去理解 他有辦法 福這樣的煩惱就正 所以他叫解脫道 然後就是不斷的 無間道解脫道 無間道解脫道 我必須安住在地裡上 無間 然後我正這個字 再無間 再正這個字 這樣子一共有十六星 然後之後是道類字 這樣子的一個方法呢 這一個 這個觀法 事實上是 配合懸意 跟懸意 我們在談 懸意裡面有介紹 在四念處這個地方 在修的時候啊 和四扇根在修的地方 他有介紹 像四 這個下面這邊 十六星是屬於斷見貨的階段 那前面再修四扇根 南丁忍 南丁忍 那個在第幾頁 十六星官 那個在旋律的幾頁 好 剛剛他在當四扇根的地方呢 就是我們講南丁忍他的修法 南丁忍的修法呢 大家聽起來好像常常很熟 到底怎麼修 有點好像看你們的表情 很想知道 可是有點納悶齁 那這個南丁忍的修法 講的蠻詳細的 在懸意有講 那另外一個是在 就是阿皮潭 就大皮菩薩 皮菩薩論那邊有講的 他在修的時候 他所謂的暖法 他有舉一個例子 就是說 暖法是因為你 開始的時候 剛才給你提 凡夫跟凡夫味的差異 是在對於 世帝 世帝 他開始在日常生活當中 在使用 那他這樣在使用使用的時候 他開始就會這樣 就會有試念處 試念處的重點 不是在深受心法 重點是在 苦空無常無我 是後面那個理 所以如果我這個 試念處是什麼 你回答深受心法 就是說你不是我的學生 我已經跟你講 深受心法不是重點 重點在什麼 重點在什麼 後面那個地理 那那個地理 他在用的時候 那四個呢 剛剛好 你仔細看一下 那事項啊 全部都是屬於苦地的形象 那四個是屬於 你看到一下苦地的形象 有沒有看到 他是苦地的形象 就是你在修試念處 他所用的 是不是苦地的形象 有嗎 找到了齁 所以他希望你在修試念處的時候 你能夠對苦形象 苦地的這個 在日常生活當中 運行的這個相貌 你有更深的理解 那你要理解的不是深受心法 你要理解的是苦地的形象 那用這個做基礎了之後 你再了解這個苦的形象 因為他是一個靜態的 比較靜態性 就是他這個法是這樣 這個法是這樣 這個法是這樣 你之後你再往下去探求他背後的原因 因就是極地的形象 就是因極深遠 因極深遠 你再去看他後面極地的原因 你就可以看到極地的形象 那在這當中呢 你會去思維 我如何從下面這個 無常苦空無我 還有因緣升級 能夠出離出來 所以你就去追求 你會希望你達到的是什麼 滅盡妙理 你希望達到的是安靜的 舒盛的 你希望跟這些苦難遠離 跟不穩定遠離 然後你就會想說 那我有什麼方法 你會找到到 你會找到你想要了解的這個理 你要去找到一個方法 最後你會依此而出 那這樣的是你想要去做的事情 那這個地字大師就說 那你這邊有個舉個屁 所以你在前面 透過了你在思念處 對於苦地的形象慢慢理解之後 你會繼續圓 你就可以從 不是光苦地的形象 你可以到了極地 滅地 道地 所以你圓著四地境 然後升這個字 慢慢的浮煩惱 浮煩惱 然後你的智慧就會變成是十六觀字 十六觀字 就是你可以開始有十六個形象 你都會去理解了 所以你剛開始是從苦地的 然後慢慢總算能夠對十六個形象都理解了 所以你會變成是有十六觀字 這樣理解齁 你會慢慢慢慢的擴充開來 那不是會背喔 會背那個不算數喔 有一次人家問我說 什麼叫做正確的發行 我就會說 地緣度 就是你要了解四地六度 還有十二銀元嘛 然後他就回憶 沒有 我會啊 然後底下的答案是什麼 四地就是苦地面道 十二銀元就是什麼 六度是什麼 然後我就看完 我就覺得 這還要跟他說嗎 就不要說了 不要回信了 氣死了 沒差我的時間 呵呵呵 所以這地方是說 我了解之後 我還要能夠去扶 有扶了之後 才代表你可以增長成十六觀字 你沒有扶 就代表你根本應用不上手 應用不上手 那只是會背 不可能成為觀察的智慧 然後這樣的觀察智慧之後呢 他就像是生火燒心啊 然後之後依這樣子的 我們會在日常生活當中 我們都會關我們的褲子 射受想行 就是我們對外 射有內射外射嘛 然後入我們的視 之後我們產生了受想行 就是我們有感受 我們有思慮 我們有行動 我們如何在這地理當中去運作 而不要走偏 所以依陰而後觀陰 就是我們依著我們這個假的 然後觀我們這樣子運作 我們能夠再繼續產生智慧的火 我們能夠再繼續產生智慧的火 那這個智慧的火 最後會還燒音 咦?為什麼會還燒音? 壞 因為啊 你最後呢 在這個 這邊是屬於射 前面的這個區塊是屬於射嘛 這個區塊是不是射 這邊是屬於射 射音 然後這邊是屬於飾音 這邊受音 響音 行暈 然後之後 你在不斷的修的歷程當中呢 你在這個當中 你會去觀察這整個的運作 你不希望你遠離地裡 所以你必須試要散坐意 坐意之後 你只有感受 你發現它是有跟貪嗔之相 你就把它轉折 不要令其成為你的行動 再回到射法上面 變成你的升級嘛 你會去不斷的調伏 不斷的調伏 那調伏到之後呢 你慢慢的就會發現說 你對於外境來的東西 你可以不受它的苦受熱受 你可以安住在地裡上面 處之泰然 平常去面對一切 你就苦受熱受捨受都不會 三受不起 三受不起呢 你的想 一樣斷了 所以說它說之後啊 你會由暖至火還燒音 所以說當阿羅漢叫做 滅受想 定 就是受跟想都滅了 就滅這兩個音 隨後它還活著嘛 所以它的這個 它的本身的跟這個 這個色身還在嘛 它還會思考試音還在嘛 所以這個還在 那它還有行動力還在啊 它還會行動嘛 所以它最後它還會有著的就是 它有它的這個外型 它有它內後運作的軟體嘛 它還有它能夠發揮跟你溝通的這個 剩下這三者 阿羅漢它滅受想之後 它還會講話 會啊 你打它它知道 你打它知道 但它不會升起貪生車手 因為它滅了受跟想 它用地理來回應你 它用平常心來回應你 所以你今天起了自火還燒音 就是燒 後面那就是受音響音 OK了 OK好 想說找這個圖 你們會比較理解它 什麼叫還燒音 好 那之後呢 它發自火還燒音 像什麼 像兩個竹子磨充生活 前一刻的你跟下一刻的你 想要學佛法的 你跟天生習氣流傳下來的 你在那裡摩擦 最後燒了竹林 燒誰的 燒我們過去的無名阿 燒我們的瘦 燒我們的想阿 不是燒別人 是燒 然後你就自己跟自己在那裡挖 痛苦不痛苦 會阿 你會發現自己怎麼這麼不完美阿 我跟你說像我剛才跟你們講 我以前還很高興人家放給我的 沾沾自喜了 然後那時候也會有掙扎 但是當你放開 知道自己要什麼的時候 你才會豁然開朗 人必須要娶 娶娶娶 娶娶跟娶當中 你必須要抉擇 你必須最後捨才可以娶娶與窮 你不能捨你對佛法要娶娶與窮 太困難了 好然後之後呢 這一路下來阿 你就是暖 越來越有 越來越有 你之後無肉自火呢 他就告訴你了 你要發什麼無肉自阿 你都是暖法 一定會在前面 為相 他會為你的相 很多人都以為這個暖是身體會發熱 身體會發熱 不是暖阿 身體會發熱 他那個事實上是預計 在你禪定當中會發叫暖處 他會發暖處 他不是這個暖法 不是代表你要發無法定的 不是代表你要發這個叫什麼 呃 試善根的 不是 身體會發熱 那個是十六處的東西 他有病處、蓋處、磨處、禪定處 你還要去判斷是哪一類 跟這個是涼化之事 所以你會發熱跟 試善根的暖 同一個字不同的內涵 OK 然後之後他有分很多 很多種一般的說法 好 那還有暖的功德 當你有暖的時候 至少一件事情就是告訴你 你絕對不會斷善根 你絕對不會斷善根 好 你絕對不會斷善根 然後之後是頂法 頂法就是說 如果呢 你能夠安住在這個暖當中 你繼續用功 那繼續用功之後 你的那個摩擦 深熱的力量會越來越強 這時候你跟自己的拔河的力道會最大 就是你還沒有本事斷掉這些煩惱 所以這些煩惱你會看得很清楚 可是他又不斷的起來 然後你自己看得清楚的力道又是非常的強 看不清楚你還不難過 看得清楚又斷不了他 非常的難過 所以他就像走在山峰頂上 走在山峰頂上 你能不能夠忍他 難不難啊 這個當中叫做頂 你看得很清楚 可是你一個都斷不了他 就你拿他一個都斷不了 你只能夠一直做意 然後跟自己講你要安住在地理上面 好啊 然後你如果真的過了以後 叫做什麼位 叫做忍位嘛 過了以後你就叫做忍位 忍就是叫做安住在地理上 從此之後你遇到這些東西在你面前出現 你在住在地理上的工夫都 百分之八九十都ok了 不會這麼難過了 頂位是最難過的 想住又很難 然後看得又很清楚 過了這個階段你就是忍 就代表你安住的了了 百分之八九十都ok了 除非遇到根本大煩惱 要不然大致上都 只要稍微自己不要懈戴念頭關好 就過得了關了 好這就是忍了 那忍的話呢 他的修法就是要做減圓減形 就是我們這邊有看到一個圖很可愛 你對前面的不是關四地嗎 然後有十六關字 這是在暖法 十六關字之後 你慢慢經過頂法 你就看得非常清楚 清楚到你對於十六個形象 你都很清楚 而且因為你已經配合 基本上你會有發育界定的功夫 你能夠外部攀緣內部原理 基本上這時候你的禪定功夫 外部攀緣內部原理 一定有這樣的安住的本事 你才可以到安住在地理上嘛 外部攀緣內部原理 你可以安住在地理上 所以基本上也有預界定的功夫了 然後你也能夠安住在地理上啦 好這時候你在預界跟上界 上界就指射界、無射界 你有本事去注意到兩者的差別 預界定是卡在這邊嘛 上下 所以你可以了解上面有什麼的形象 這時候你對於形象不是光十六個 你還可以觀察上界、射界、無射界的形象 然後所以你就變成十六乘以上界、下界 就變成三十二、三十二個 所以他叫做說關 說關第一週呢 你從下面的這個苦、欲界的最下面 開始關 關到上界的形 出不要關 出不關 上界的出不關 因為上界的出一出 上界的出是阿羅漢才有本事嘛 上界的出是阿羅漢 那邊不關 然後之後呢 第二週再減一個 然後最後呢 你這樣子減減減減 然後最後你會剩下什麼 這樣一個一個關 然後關完以後這叫三十二星 都能夠關是下人 然後之後斷 每一個斷斷斷斷 斷完這三十二星之後 中人 你會剩下的叫做一個 就是你會減減滅減 減減滅減 一路坐下來 最後最後你到達了中人 中人的時候什麼可以 就是你能夠在省慮決定 二星關於一行 你只關一個苦形象 只關一個苦形象 你這個苦形象 你可以一行二刹那 就是說一個形象 你要看到他 你不用像原來 你在處理地理 四地制的時候 你必須要很做意 很堅持很增長 可能你在這些 外照煩惱起來的時候 你要用地理去對峙他 你要好幾個刹那 就是時間要很久 你必須一直過去一直過去 然後才把這個形象 用上手力 用到力道有 到後來你到中人位置 就是說你用這個形象 要用上手啊 只要兩個刹那 這個形象你就上手了 一坦子是幾刹那 有人說六十 有人說十六 有人說四嘛 多少個 對啊 所以說一般有人講 就這樣一坦子就是六十個 那你看一坦子當中六十個 他只一坦子的三十分之一 他就把這個形象 用到地理上面去了 就可以直接轉化過去了 他沒有斷讓他可以轉化 速度快不快 很快了 這時候就中人位了 之後呢 他繼續觀到什麼時候 到上忍的時候 他繼續觀苦形象 能夠達到呢 一行一刹那 速度就比原來的更快 原來的二分之一的速度 就上人了 之後呢 再觀他 就是你可以無間刹那 每一個念頭都無間 你就是在運用地理上 你不會被外面的煩惱給打斷 你沒有斷 但是你可以一直都用在地理上 是無間 這個地理從頭到尾都沒有斷過了 這個時候就叫做什麼 試第一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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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試第一法 所以下面你才會發現說 他下面接下來告訴你的啊 你看他這個暖丁忍 這個暖丁忍四三根過完之後 是什麼 變成他開始要 因為你地理都用得上手 是無間了嘛 沒有間之後 你才有辦法開始斷煩惱 所以當你一開始 你一開始斷煩惱之後 你發現怎麼樣 他轉入無間道 轉入十六星的無間道 就是你的苦形象 你看到苦 剛才錄四第一法的時候 他這個是有原則的 他是轉的很漂亮 你四第一法是苦形象嘛 你用無間刹那 就是你無間刹那 就是你的刹那都沒有斷過 你一直在這苦形象 你都ok 一直過一直過一直過 過完之後你錄四第一法 四第一法之後你繼續修 你就可以生苦法了 就是因為你繼續無間的應用他 你無間的應用他 之後你能夠生苦法忍 就是到第一星 轉入第一星 進入了我們的十六星 進入十六星之後呢 開始不要出這兩地呢 一路下來你就可以到達 預留果斷煎禍 就是我開始不是光用苦 用出禮 我還可以用急 我還可以用什麼 一路都是安住在地裡上 四弟如續的應用上去 我都無間 然後逐續的一個一個的戒之間 就是因為我們原來四弟在用 我們只能服 我們還沒有辦法 對四弟的見解上的問題 完全化解開 我現在依序見 就是苦形象用完之後 我們剛才縮觀是 你縮觀是 你會發現 因為我們對道是最遙遠的 我們對面是我們比較最 急道 是從上面一路一路縮觀下來 對不對 然後這樣子縮下來以後 你會中到你最接近你的 就是苦 苦形象 這個瘦的 我們的抱著 這部分一切 用它讓你呢 達到無間 就是剎那無間 安住在這上面 一直用一直用 用到最後你會得到一個苦法忍 苦法忍之後 你發現它開始往上跑 你開始用急 開始用滅 開始用道 所以十六星的順序 又一路破上去 所以當這樣子之後 你把原來不理解的地方 肢解上不夠的地方 透過一路再輾轉上去 你的見解轉化轉化轉化 上去之後 你到最後面這個出的地方 你就斷完 就斷見貨 就把所有的見解 原來只能浮 現在回頭過來 因為你是無間了嘛 你就不只光浮 一路一路的過關斬將 一路上去 從上面剛才只是觀察下來 從然後再下 一路的破上去 破上去之後呢 斷完 全部都做完 苦極滅 到一路再變得上去 然後之後見貨 見解完全處理完畢 這時候斷見貨 發真無露 你見於地裡 就代表你真的地裡 見於你的心 你不用這麼委屈了 你完全都改變過來 它完全成為你的 成為你的東西了 OK 然後在下面是薄地之後 你開始斷私貨 開始斷私貨 這是玉界的前六品私貨 之後斷玉界的七八九品 那之後你就可以不要再來玉界 不還日子不要再來玉界 你還會在其他三界內 你還在三界的色界無色界 只是不來玉界齁 這叫阿納喊 之後一半地就是繼續斷了色界無色界的 也就是我們剛才跟大家提的 你已經可以處理完了色 因為你在這個當中的 那個見貨撕貨都處理完了 所以你對於瘦 你已經可以不瘦 你的祥已經沒有雜想妄想了 所以這時候你剩下的是色身軟體跟行為 你還是可以穿衣吃飯還是可以說法教化 這是七地 七地之後呢 是八地 八地是開始可以達到出習氣 菩薩地呢 習氣更處四伏 而且他還有願意去祝化眾生 所以你仔細看一下這個七八九 就是生文、元絕、菩薩 生文、披子、佛跟菩薩 他們在修的路程 你有沒有發現前面都是一樣的 只是插在他的果的部分 就是清洗由無跟少分、多分這樣子 而後呢 淨除習氣 淨除習氣 就到了佛地 就到了佛地 那下面十神觀法 我們跟大家很快的念一下 他也有十神觀法 所以他第一個就是 你要觀六道的陰界路 那通教的特色就是幻化 所以你待會兒如果看這十神觀法 他後面每個字都是幻化 就是 你能觀所觀、無幻化 發心呢 你就會發現菩薩叫做體幻奸人啊 為什麼叫體幻奸人 下面有告訴你 奸人呢 他是九字畫他 就是你能夠 不是光只有自己好 你還能夠顧及到他 奸人 那這一個詞呢 大智杜論裡面也有 可是大智杜論叫做 他事實上是叫做應該是 他那個人是物邪 叫做奸佑 應該是奸佑 那今天我們的芭蕉大椅不是物邪 他真的叫做奸人 奸人 這個是 就是隨朝末年唐代的時候 比較才開始有這個字 在更早以前 基本上查不太到有人 文憲或住宿上用這個詞 這個詞是比較晚期的詞 奸人 現在比較常見了嘛 現在一般的住宿 就漢學的住宿 就比較常見 就唐中葉以後 就廣泛的被 在住宿裡面 無論是儒家的 漢學家的 佛家的 都常常看到這個字啊 那第三個是安心定慧 雖前面的子官 並空如空 而安能夠惡法 安定慧惡法 那破法片呢 就是你用幻化的智慧呢 來破幻化的見識 那用法呢 我剛才前面 已經跟大家講得很詳細了 就是他怎麼樣 從事念處轉到四扇根 暖頂忍失第一法 然後之後再怎麼做十六星 然後一路操作下來 那道品條式就是 你要修三十七道品 所修呢 又不可得心而破來修 對字呢 必須要修 了解三藏法的無常苦空幻化而至 他了解魏赤 要知道說 我們這個三者啊 路不移 路發些不同 可是呢 都是斷見失禍 然後結果也有差異性 就是在清洗的部分 這是魏赤 之後安忍是指說 我們怎麼樣在每一地當中呢 都以地理 就是用佛陀的教導的地理 四地的地理 來安住我們的內心 而不要跟著外勁跑 所以剛才各位看到 他整個斷貨的歷程以後 應該覺得不會很難嘛 就是你怎麼樣把四地的地理 在日常生活當中用 那說難不難 剛開始都覺得不難 等到有一天你越用越上手 的時候你就會發現一件事情 你要調你的身 調你的心 調你的心 然後你越明慮 然後對地理越了解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說 好像做什麼都錯 然後所以古代大師都講一句話 一天當中如果無過 就是大功德 因為我們基本上喔 說要注意自己的起心動念喔 一個小時當中 想這個想那個想那個 大概沒有五分鐘 注意在起心動念 然後到後來你可以變成 二十四小時都看到你的起心動念 在睡覺都還知道你的起心動念的時候 你會發現好像有人在監視你 然後你的念頭不對的時候 他就看到了嘛 監視到你囉 然後第二件事情是喔 監視到你的時候 你還要再出現第三個你 幹嘛 告訴你你錯了 然後那時候你會覺得說 幹嘛天到晚 不管這麼厭 然後可是因為你又追求的又是 平靜跟敏銳 那平靜跟敏銳的當中 你又看到這麼詳細 你根本追求不到你的平靜 那你要平靜就知道自己要 一件事情 接受自己是錯的 並且去改正他 可是你要改正他 世間法有得虛啊 出世間法誰來教你 怎麼用得上德行英雄 你一定要常常的念佛拜參 要不然智慧不開 找不到法門 會卡在那個關節上面 好之後呢 希望我們大家從內凡心地 就是說什麼 不早好像是法愛啊 就是無法愛 我們能夠在這個地理上面呢 不要起貪愛 然後真的呢 直接 因為為什麼會起貪愛 當你對世地理看得很清楚的時候 你又還沒有斷它的時候 你會比別人都看得更清楚自己的行為 第二件事情 你看別人看不看得清楚 哇非常清楚 第三件事情 因為你看得清楚 你又知道 而且你又會知道它的內涵 所以你說能不能說得比別人動聽 有啊 我看別人看得清楚 我看自己也看得清楚 我看自己也看得清楚 我說得又比別人動聽 我跟你說了 很多時候這時候都多了什麼 真上慢 然後第二件事情 人家說你說得好啊 如果你福報又大 人緣又好 大家都要求你多說一點啦 怎麼去了 就在大家的讚嘆聲當中輪迴六道去啊 是不是啊 所以它這邊告訴你 你在內凡性地 你怎麼可以不著相似法 因為你看得清楚啊 自己清楚看別人清楚說得又好 那假使又有一點點的福報 或一點點的 假設不是光福報 再有一點點的業障 叫做什麼 彈樂來請法 朋友來請法 會不會 有嗎 或者你跟別人在聊天當中 不小心地多說了一些 不知道我們要 把自己的懂得藏起來 然後因此聲明大招就出去了 然後你就要一個 腰一個腰一個 欸你是不是覺得很清楚啊 而且佛法講的要 廣為護持廣為說法就 那這時候心呢 看得清楚的那個能力會降低 然後原來福的都很好的 就是外部攀遠的那個攀遠會起來 可是你能夠說的這個東西啊 沒有掉 就變成在說 在跑 在往外跑的時候啊 會變成不自覺 所以他這邊講 你要無法愛 因為那時候法愛會讓你能夠說 可是卻不自覺 好 我們通教講到這邊 已經把大家嚇完了 我看你們都很沉悶 想說你想想看一件事情欸 不容易欸 你想想看他前面從能夠在四地裡上面啊 這個四地裡的上面他能夠安住欸 把他四地用得上手 你會聽起來不覺得可惜 但是你如果真的操作完以後 你覺得真的很可惜 他今天能夠圓這個四地生智 就是 進入到內凡了齁 很難了 你光外凡從凡夫變成凡夫位 那一個地方就非常難 外凡就非常難 今天還能夠到內凡 原四地都生智成十六觀智 這個功夫 基本上 他代表他前面的橫行毅力 還有生活形態都有調整 都有調整 結果卻最後卻是在 卻是在四地一法啊 要轉入 他要轉入前後面的時候啊 要轉入 能夠到十六星的時候卡住 就是你要轉到這個地方的十六星的時候啊 去卡住 卡在這個地方你沒有讓他無見 就是很敏銳了 很平靜了 都看到了 用上了 結果最後 因為 看得太清楚 自己清楚看別人清楚 然後又有能力說清楚 然後不論是福報大 人緣好 還是業障線前 業障線前 不一定是攻擊牛 有的業障線前 就軟軟賊嘛 大家聽過軟賊花賊嘛 他來啦 就跟著走了 那前面這些功夫 光我們光了解他都很難 他還能夠用上手 然後只差一步就斷見貨 斷見貨就這樣 他出離可期了嘛 只差一步就出離可期了 結果卻跑回去了 所以大家一定要記得 所以那個最後他跟我們提說 我們要能夠不要著相識乏愛啊 真的要能夠看到 不要以為相識相識好像就過關了齁 他終究是 他終歸就不是真的讓你完全用上手 還沒成為我們的 終究只是嘴裡說說 好 還沒有成為我們的三妹贈送 三妹贈送就可以帶著跑的 生死輪迴他都可以帶著跑的 跑了幾趟之後他就讓你出離三界了 不論你是修的是這一套 還是要修的別套的方法 只要你有三妹贈送 就是讓你可以帶著跑的 可以帶著跑的東西叫三妹贈送 那他在你生死輪迴 他就像是一個 越來越把你撐起來的一個浮體 我們追求的是要那一個 好 今天的部分大家有什麼問題要問